大家好 这是我们来佛罗里达旅游第一个住的旅馆 旅馆的名字如图所示 它所在的城市是皮尔斯堡 老公为什么选这个旅馆呢 请跟我的镜头看看 旅馆的后面有自己的游泳池和自己的沙滩 这条长长的站道也是旅馆自己建的 前面有个草棚 客人可以在这里聊聊天喝喝茶 搞个小party都可以 最吸引老公的是这里 那我先说一下 中间这个是可以停船的 但是这两天都没有人停船 那这儿呢是允许钓鱼的 所以它有垃圾箱 有这个凳子 而且呢插杆子这个气也都有 那就这家呢 这个钓鱼的这个地方比较大 旁边那家旅馆呢 它只是停船 所以它不能钓鱼 帆船一般都不是钓鱼的人 帆船就是玩帆船的 钓鱼船呢是专门钓鱼 这个两个帆船之间 你可以看到 那个就是钓鱼船 但是它现在没出去 它上面有架子那种 那种一般都是钓鱼船 那么它也可能今天还没出去 六点钟的时候好多船全都出去了 那你可以看呢 这个 这是一个这个入海口 那么这个入海口的话呢 你可以看那条船实际上是个钓鱼船 就远处的那个是个钓鱼船 所以它尽可能呢 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这个移动 但是呢它这个水流呢 是从这个大西洋水往这个内陆灌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一个岛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入海口 那么掌潮的时候海水呢倒灌 江潮的时候海水往外跑 涨潮的时候吧 涨潮的时候是水呢 从大西洋往这个往左边去 就是往内陆灌 然后江潮的时候呢 落潮的时候呢 它呢就是水呢要往外跑 所以一天呢要变两次 所以这水是淡水和海水混合的 这应该都是海水了 因为这个离这个大西洋很近 这可以走过去的 那边是大西洋 那边是大西洋了 这个岛的头上就已经是大西洋了 这可以走过去 那边也是一个州 就入海口了 就是这儿是入海口 入海口的话又是一个钓鱼的地方 也是一个州立公园 它水很小 它都是沙子 因为它这个是地球 所以沙子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它轻轻放下去 吃一个死虾 一个虾肉 钓上来一条河豚 上网查了一下 这种鱼是淡水海水里都会有 据说河豚味道鲜美 但是吃了对生命有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不要为了吃而丢了命 这个肚子它就鼓起来 你看 它是为了保护自己 它就把肚子鼓的 鼓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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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 会咔嚓咔嚓咔嚓的叫呼 那你手都散开了 肚子鼓鼓的 会不会中毒啊 应该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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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鼓鼓的 肚子鼓鼓的